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嘉 禅记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人禅师 以易经 风水 宗教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 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 还有社会服务 广结善缘 广传圣法 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 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 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 易经大学南投教室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周许丽婷师姐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她个人的精彩的丰富的学修过程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南投市27届的周袭丽婷 那首先因为先佛在我家节目的名称的关系 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人物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一个事物 让你可以来到这个王山老祖的面前 然后让你可以来到 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初级班来学习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会进日中门的时候是 我真的要感谢我们27届的副班长 庄师兄 就是因为他带领我们进来 易经大学 学习金风水学 但是他刚跟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是在别地方做易工认识的 后来他就是因为他先进日中门 那进日中门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这个中门蛮不错的 他就一直在分享说 他是如何进中门的 分享他的经验 然后就差不多来我家一年 整整一年了 都是晚上来 有时候聊得很晚 我都不理他了 我太困了 我想睡 可是他就不死心 就每次一直来 他就是一直分享 然后要进我们进中门 那后来就是 太好了 因为他为什么 他就这样说 你们两个夫妻而已 又没有什么事情 反正你们就来学看看 我说这样 我说好 不然就请我们家师兄 去上课好了 然后他要去上课之前就是说 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说好啊 不然就跟你们一起去听看看 到底来 听过来 对 然后就进去 那个听的时候 听一两堂课 觉得还不错 我说 后来我就回到我们家 因为我们也供奉神明 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 对 那我就跟他拔杯 然后他就 我说 是不是要进来中门 学艺精通水学 他就连圣三杯给我 然后我说 这样好的话 我就进来了 所以我就跟我们家师兄 一直到现在都在学习 终身学习 是 那么您自己运用的这个过程里面 您觉得 其实哪一些东西 还蛮值得分享的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 好 我现在就想要分享说 就是说送金 因为我们中门都一直在推荐 大家一起要送金 我要分享就是说 我的侄子 他就是因为买房子要贷款 他这间房子 就是跟大嫂 他大嫂一起合买的 那合买已经经过一年了 然后大嫂说 这房子当初就是要买 就是大家买是你要买的 我是先替你付这个钱 然后后来 那个买房子的过程时候 要过就很麻烦 很不顺 过付的时候就不太顺利 就不太顺利 就是因为要去贷款的时候 那个银行一定会查你的薪资多少钱 然后他就是查的话 他就工资给他报 月薪只有两万 两万的话你看 那个托天处的 你说他贷款的话 每个月还要付一万五千 你五千块的话能生活 所以就没有办法通过 那没有通过的时候 我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说 妈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叫弟弟不要买了 我说这样 他说我考虑看看 因为我也没有扁钱替他付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中门就是说 推荐说诵经 那我就赶快 我就想到说 来练福德正神真经 因为福德正神真经 你只要工作 工作上 事业上不顺的话 送这一部经是真的很好 那我就送了五遍 我就送给我姊子 那就加持他 那送五遍以后 过没多久 我儿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妈咪已经通过了 我说贷款可以贷 我说为什么 他说就误打误撞 他把他那个资料 证券寄到我儿子手上 我儿子刚好看到 那个营塘的经理 是我儿子认识的 后来就通过了 这真的是因人很特别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过户 就更麻烦了 过户是他大嫂 然后他们是二等亲 然后国税金 他就很怕 他想要抽你的税金而已 因为你赠一岁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赠你的 他就查得很清楚 真的这过程 真的实在查到 我儿子他也是想说 我本来是好意 要让弟弟买一栋房子 没想到这么麻烦 他就这么跟我讲 我就说这样子 我说这样子 我就没有去理他了 后来有一天我就在家里 看有那个我们 那个中美的文书 之前我就已经有写好了 就是没有压日期 也是福德正神真经 就是要写给这个子子的 然后我想说 好吧 这一帐已经写好了 不然 再把他送五辩夫的 正神真经给他 回向给他 结果事情就圆满了 所以在国税金那边 就没事了 你看是不是很闲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诵经的话 只要你有诚心的诵 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只要是正向的事情 对的事情 对 之前我儿子他要买房子的时候 他有叫我帮他沾那个挂 可是沾起来的挂的话 那个房子都不行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 要买一栋房子 你就沾挂 都每一间都不行 那怎么办 他就买不到房子 所以后来他自己找的房子 我跟你讲 真的 他有跟我讲说 妈咪没有关系 我们都很正能量 我们都有在行上 对不对 我又不做坏事 我相信老天人不会对我不好 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其实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师父 常常提醒我们 就是凡事皆瞻 所以其实我们的闲事同学 大家也就是 不管是天气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 小孩子女 种种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生病 我们找医生 也可以沾挂用意 那在这个部分 第二个例子 其实就是在 中医诊所的这个情况 这是朋友的一个中医诊所 这个是我的会员 他就是怎么样 他事情 我这个就有帮他张过了 是 因为他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COVID-19疫情 对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 我们不是说 清官一号 是特效药 所以他们中医师 都要自己制造 然后他就是怎么样 他很忙的时候 就是请不到员工 请不到员工 他自己要下去做 下去做的时候 只有一个月时间 他完全瘦下来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我说你是不是去瘦身 去捡回 他说哪有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你都不知道 我忙得要死 然后你看那个疫情那么严重 招不到人 招不到员工 那他就说 利婷师姐 你要不要帮我沾补卦 一下看我什么时候 可以请到员工 我说 这样好 我就帮你沾 那卦沾出来的话 那个问题 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就是管理 管理上的问题 后来我要跟他 讲这支卦的情况之下 我有先问我们班导师 袁立老师 我有先问他说 这支卦 大概我要什么样去跟他 回答他 会比较圆满 然后又不会得罪他 因为你也知道 当中医师前时 都比较有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主观 靠脾气 他说这样子 他说好啊 他就有教我 怎么样去跟他回答 然后就说方法 他说 你就教他每天 也练一部 那个福德证神证经 我说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 他也有在练经吗 他就讲说 去他们附近的 那个土地公庙拜拜 他就说 请土地公保佑 他早日请到员工 跟他比较同行 坐久一点 不然的话 说那个员工一来 都坐不久就走了 所以他就很烦恼 我就跟他讲 他说好 他就照做了 他做做以后 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子好了 不然 你那个 我就让你做功德一见 他说 他说要做什么功德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 违行那个我们 益金大学 违行益金大学 要建礼堂 有在缺资金 你要不要 金正一下 他说好啊 没有问题 所以他就捐两万 他是马上就给我了 我说好 然后 去拿的时候 我去跟他拿这个费用 功德会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已经 员工已经请到了 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 就没有再说员工离职了 是 所以还是要占卜 因为这个 但是到现在 我有跟他讲说 你要是有请到员工的话 你还是要一直 练福德正神正经 你不要停下来 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 你要是以后请到的员工 对他们好一点 他马上就跟我讲 哪有 我都对他们很好 什么样子的 就讲一 我说 我知道 事实上我也知道 他对员工很好 问题就是那个口气 一般我们了解他的人 会觉得他是没有恶意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哪有可能 你稍微指责一下 我就不要做了 哪有可能让你指责 是 那这样 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在生活当中 这个婚丧喜庆 或者是我们的十一住行 欲乐 其实都可以用得到 易经的这些智慧 我们也可以从占卜当中 可以了解 神机造于动 先佛菩萨告诉我们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这个事情应该是什么样方向 比较好 比较适合我们 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 是什么呢 像这个案例的话 哎呀 这个真的是现在少子化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很多士林的这些男女 没有进入婚姻 对 因为这个也是我一个肺炎的儿子 他那个儿子就是 属鸡的 大概三十几的 算是小儿子 然后他都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 立庭师姐你要不要帮他占卜一下 我说不如先看他的命卦一下看看 看再来做决定 然后一看到他的命卦的时候 才发觉到 是他儿子自己的问题 这个儿子的话 他的命盘就是说 他喜欢娶漂亮的老婆 那个是怎么样 每次人家介绍他的话 他是怎么样 就是说 他喜欢的 女方不喜欢他 然后女方喜欢他的 他又不喜欢人家 所以就在这个中间的话 他就一直反反复复 然后做母亲的你说 他当然会烦恼 他就到处问什么 求生问补 对 然后都没有办法了 他就跟我讲说 立庭师姐 你也帮帮想办法 我们来问问 王才老祖师尊 有没有方法这样 对 他就问我说 有啊 你就拜你们家的祖先 他们也是双姓 双姓 是 可是他们也是有照我们 如法 是 双姓的话 再拜的话 都是两个姓 没有一起拜 各一桌 他们也是照我们的话 我说 对啊 你有在祭拜祖先 可是你那个 那时候他问我的时候 刚好是端午节 我说端午节 是那个 拜那个肉 那个种子的时候 不然你再加那个汤圆 加我们法门九个 九碗汤圆 你就跟你们祖先讲 说你的儿子某某谁 到现在都还没有婚姻 你就跟他讲说 这个是要团祥伙的 你也早日帮他们切姻缘 让他早日找到 那个可以结婚 我说你就这样 照我们的仪式去做就好 他说好 可是他就在想说 可是我儿子 他是信基督教 我说没有关系 他不败就由你来求 他就是这样 我后来他 每年他有诵经的话 他都像我们都比较 没有照我们法门的规定 他都一年只有报一张 种事就报种事 我说好没有关系 我就帮你写 那个加持的时候 我就给他写 写说某某谁的儿子 让他早日结婚 后来就很奇怪 就是去年五月 到今年的三月四五号 他就已经去登记结婚了 他就跟我讲说 他中间都没有告诉我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儿子 他那时候有讲说 儿子有交到一个 怎么样怎么样 他意思是说 职业还不错 人也不错 可是儿子好像 就有点忧郁的 就可能长 不是他的要求 我说没有关系 你有时候上去 你们那个神明天 再跟祖先讲一讲 教他不要这么会 就是把姻缘早日 牵到就好 所以他今天就真的 他已经登记 已经请客了 所以他到 这个四月底 他要来谢天恩 小庭公 感谢佛恩这样子 对 那时候我 他有问题的话 他也都会请他来 我们艳丽老师这边问世 我都直接 因为问题比较严重的话 我都直接请他过来 我就不帮 因为补卦的话 他有时候他就很懒 那像我帮他补卦的话 补一补 你知道什么样吗 他就说 你的账号给我 我说干嘛 我包红包给你 我说你不是要来吗 你来的再 到我们南投教室就好 他说不要 我就寄给你 他就 会给我 那会给我 我也是一样 拿到我们南投教室 一般来说 问我的话 有占卜 我都会把他们这份 一个小意思 也是在这边 给他们做功德 我很少那个 是 又讲到这里 我又讲一个故事 这是我卖房子的事情 我是印证师父讲说 敬我中美不平 除我中美不富的原则 我在高雄 那个凤山有一栋房子 是一楼的 那我就是想要卖 那我要卖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 我是 就是 叫那时候的市价 大概是四五百块 四五百万 那四五百万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样不然就把 因为旧房子 就把翻修了 翻修就可以 把它提高价格 那我就提高到七百万 那七百万的时候 我们有预算说 实纳的话 我们要拿到六百七十万 那后来有 那天9月19日 我就来上课 那来上课我就求 我们老子还有天公 还有奇隆观音 我就跟他讲 讲说我这栋房子要卖 大概多少钱 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 第一次卖七百 没有圣杯 只有一杯 然后到后来到七百四十五万 他就联系给我三杯 那联系给我三杯的时候 我就跟儿子讲说 你去跟中介讲 说要卖到七百四十五万 然后那个中介就讲说 你又增高了五十万 那这样很不好卖 他说没有关系 我妈咪讲说七百四十五万 你就照七百四十万去卖就好 他就说 中介就说好 我儿子说不急 不急的卖 那9月21号 我就去做义工 我们就到先火市 好像是做香气爪 我忘了 就去做义工 那做法工做好了回来 你知道吗 9月22日 那个中介就打电话过来 说已经有人来下定 卧行要买了 要买的话 他就是 因为我们本来是七百四十五万 然后对方就是说 你那个屋子里的清贼 还有家具他们都不要 他说不然少七万好不好 我说这样大概可以 刚好你少这个七万 但是加起来刚好七百四十万 一毛都不少 所以我们的法面就是要好好应用 你看 在兰头教室我真的很幸运 他就是在这边求老祖的话 求天公 你看一往上帝 他就是会如你愿 而且这个加价不是我家 因为我们本来是预算是七百万 结果你看他把我加到七百四十万 等于是说加到五十万 高五十万 就是这样 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的分享 有一个压轴的最重要的重点 但一定要讲 就是这个诵经签部莫保的时候 有很多师父写了莫保的这些内容 有一个部分也有一个合字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现在真的 这个师父的莫保 我真的要分享 我很感谢师父 那时候我们送金签部 师父送的合字的话 我拿到的也是蛮多的 然后拿到这个合字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周边的朋友 而且他们就像那个笋子 一直要一支一支一直薄 大家都突然间都要买房子 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话 就是说我的侄子房型 他那时候也是突然间就跟我讲说 他要叫我姑婆 他说姑婆我要买房子 我说好啊 你去买房子 你去看 然后他看的时候 他也是有叫我帮他补过 那补一补 每次补的他喜欢的 我补起来都不行了 他就一直会 就跟道具说 为什么不行 我就那么喜欢 我说就是不行了 补起来 你叫我跟你讲解释什么 反正就一句话 你就这一间你不要买 他说好吧 那后来补得好 不知道被他捡起了 对啦 后来他自己有找 要找一找 找到 他有一次就上来 还没有找到 他就上来就跟我讲说 姑婆 为什么要买一栋房子就这么困难 还要找这么多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说你才找十几间而已 人家找六十间都没有在讲 你这个还在讲什么 他说可是我现在就是要买房子 我说好啦 不然那个师父盒子 你拿一张回去 先挂着 然后他说好啊 后来他还跟我提出来 你不是说还有一张那个佛字要给我 我说有啊 那时候你跟我讲说 你也没有跟我说要 后来有师姐要跟我接 我就送给他了 他说这样 我说好吧 他就把这个佛字 佛字墨把就拿回去 我跟你讲 不到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 也没有跟我讲 就跟我讲说 郭伯佛我已经下定了 我说啊 你已经下定了 我说对啊 我在板桥啊 十三楼啊 我说 那个房子是不是还在盖 对还在盖 而且快要好了 然后他去订的时候是什么样 是平面图嘛 这完全没有实景 然后他就有两间是一栋 是合在一起 就是隔壁这样 另外这一间 他没有买到这一间 是比较贵 好像贵十万 然后他老婆就说 为什么只有贵十万 他就不要 他说不然我们就买隔壁这一间 这一间贵十万的 我这个子子也很想买 可是他老婆就坚持 就坚持不要 就说我没买隔壁这一栋 他说好吧 然后隔壁这一栋 他就下定了嘛 可是他还跟我讲 他说姑婆 我那个头期款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说没有关系 你定了就好 那个钱自然 自动就会进来了 是真的 我不配 那钱就真的进来 真的他头期款的钱 而且他买什么 赚什么 买基金还是股票 他只要想买那一只 那一只绝对就赚 然后因为为什么 他平常也有在行善 这个子子他这样子的话 到现在他买这一栋房子 真的拿到这个 不是说拿到他只有买到房子而已 而是他买到对的 买到对的房子 就是说他买这一栋房子 开始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赚钱 那个财就一直进来 然后那个女儿的工作 越烦越好 然后连儿子本来说 只有要读到硕士 现在就读到博士 自己讲的 本来都说 我硕士读毕业以后 就去台积电上班就好了 现在没有 后来我再分享我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他也是买房子的时候 第一间买也是跟我讲 不是跟你讲吗 他也是先展后座 他看到了 这是他第一间买的 也是四楼偷天的 那四楼偷天的时候 是全屋子半买半送 买到也是算蛮便宜 而且刚装修没多久 他是重新翻修的 我大概八百万 然后买了以后 不到半年 他这个房子就一直涨 因为师父有讲 久硬往南 越南的话房屋会越涨 他就买了 他买了以后 我就拿那个佛字 跟他结缘 他就放在他的儿子的书房 我说这样子 读识比较会安定 后来我又拿那个 盒字给他 我跟你讲 这个要偷偷讲 你知道吗 他拿到这个盒子的墨宝 他连心买 买了三栋 我光气人 我就一直在跟他 接触 入赤仪式 我每次都要麻烦 我们原理老师 跟我下去高雄 我们的仪式那些东西 我准备 然后 这两个夫妻才天才 老婆从来不出现 入赤的时候 都是只有儿子跟我 跟我师兄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墨宝的这个奥妙 也是令人感觉到 非常的殊胜 对对对 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顾持 今天非常感谢 在节目当中 师姐能够为我们分享 这么多厉害的法宝 感谢您 谢谢您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我们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在电视机前面 能够收到这些法宝 但是进入了我们的 《易经风水》的教室当中 学习的时候 有更多您不知道的法宝 可以让您获得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易经风水》的学习 先佛在我家祝福您 平安健康 事事顺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